一张单人床 日式瓷砖歪歪斜斜 便当是家常菜 这是陈小姐入住屏东的防疫旅馆 她指控明明家住新北 却被迫在屏东隔离 七天一万多元 身为男妻妈妈 无力负担 陈小姐又气又无助 上个月23号跟确诊者同框 29号回屏东过年 30号士林卫生所通知匡列 被迫住进屏东潮州防疫旅馆 一万多元费用都得自付 新北邻居被匡列可以在家隔离 他连要搭计程车回北部都被拒绝 现在申请补助求助无门 政府乱枪打鸟 把你抓起来之后 你要自己去自付这一笔钱 政府你会承认说 你到底匡对还匡错吗 屏东卫生所请他 就近在新北申请 询问居住地泰山区公所 却说向防疫旅馆所在地申请 南北踢皮球至今半毛钱 都没补助 这个可以上网 或者在所在地的乡镇公所去申请 屏东隔离要无自费 已经引发众多民怨 邱小姐单亲养两个小孩 得多付一万元 日子过不下去 政府有看到吗 记者张春华 林一荣 屏东报道 我爱你 作词